水里清农推崇里山的精神 因此结合青年农友的农作物与创意 最近更推出里山套餐 方便散客来到水里游玩的时候 就能够透过这份套餐 品尝到水里乡在地的优质农特产品 以我们的游客来说 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真的是会很惊艳 尤其是在摆盘上面 甚至它的每一个产品 把每一种颜色 还有当地的食材都涌上了 相信我们的游客在看到这些产品以后 他们开心 然后想要去享用他的心会很开心 从农地到餐桌上的这样一个演出 又加上他们最近又把音乐也结合进来 所以更能够看出青农 他在整个这样一个地方的永续经营的这一块 他们是真的很积极的投入 那我们也看到他们的成果的展现也非常的好 精心的设计摆盘 让在地研发的餐点不仅好看 也好吃又健康 追求净零碳排的目标 今天是我们特别准备的第三餐桌 然后今天是由文化部部长 他们长官有过来 然后我们就特别准备这一餐给他们体验 那我们食材都是由 我们在地青农所准备的彩椒啊 香菇啊 柠檬啊 让他们吃一下 那我们这些食材呢也是减少那些运送费用啊 就是不用大家特别去哪边买啊 也不用是不是就可以在这边 就可以体验到最新鲜的食材 先以营销之前肯定青农的用心 藉由研发里山套餐 不但可以看见许多水里项的在地农产 对于新销在地产业也有很大的帮助 透过每一位青农啊 他们自家各自产品的特色啊 来组合整个套件的一个方式啊 来推动我们地方整个农业的发展 我想年轻人有他的各自的创意啊 啊当然也需要我们消费者这边 以及工部门这边来多多给协助啊 啊也希望他们这个新的创意 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同啊 来促进自己各自产业的一个发展 以养风的箱子做鼓 水里青农唱出他们的心声 小小的田有大大的梦想 要靠着大家集合的资源力量 正一步一步来实现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导